他是郭德纲恩人张文顺的外孙 是和张云磊孟贺堂齐名的德云四少之一 他就是郭德纲的干儿子宁云祥 离开德云社八年的宁云祥 名字依旧在《德云家谱》中 最近广德楼演出名单中 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加上天津分社的开业 德云九队的筹备 宁云祥的回归似乎早有遇事 2009年 作为德云社创始人之一的张文顺重病去世 临终前张文顺将宁云祥托付给郭德纲 同年郭德纲将宁云祥收为义子 之后便开始力捧宁云祥 从小看外公演出的宁云祥 天生对舞台有熟悉感 从第一次登台开始 他就凭借帅气的外表和幽默的舞台风格 吸引了不少相声观众 可是好景不长 随着孟赫堂张赫伦的走红 宁云祥的人气渐渐下滑 再加上宁云祥的相声技能比较薄弱 在人才积极的德云社里 宁云祥的光芒慢慢被掩盖下去 2013年 宁云祥正式离开德云社的相声舞台 有人说他是转行做自己喜欢的行业 也有人说他只是从目前转为幕后 负责德云社的演出场地调控 但无论怎样 从宁云祥的社交平台上 社哥能看出在离开德云社的八年时间里 宁云祥过得十分快乐 已经离开相声行业八年的宁云祥 为何突然在天津分社开业 德云社筹备德云酒队的这个时间点 选择再次回归德云社 莫非对于德云酒队队长之职 郭德纲早就有了合适的人选 2020年年初 郭德纲带着麒麟巨社在天津开演 演出期间 鸾云平惊喜现身 顺便还将德云社天津分社 五一开业的消息告诉大家 这边鸾云平刚刚宣布开业日期 那边德云教导主任杨赫通 就已经开始筹备德云酒队的成员名单 作为常驻在天津分社的德云新队伍 大家十分好奇德云酒队的队长人选 李云天 靖贺兰 情消贤在众弟子中呼声较高 但随着宁云祥的回归 德云酒队队长的人选 在设歌心中已有了答案 天津作为相声窝子 每一个去剧场听相声的观众 都能张口背个报菜名 面对如此有实力的观众 台上的相声演员一定要功底深厚 而宁云祥从小跟着外公生活 对相声早就耳濡目染 十分熟悉 再加上郭德纲曾亲自教宁云祥说相声 所以德云酒队队长的职务 以宁云祥的能力可以轻松胜任 另外 作为张文顺外孙的宁云祥 是名正言顺的相声大家后代 早期 张文顺就帮过不少天津的相声同行 如果天津分社由宁云祥带队常驻 那天津的相声同行便不会过多刁难 还有宁云祥的母亲张德燕女士 作为相声界少有的女相声演员 在相声舞台上打磨了几年后 还是选择了退居幕后工作 在德云社担任剧场部的经理职务 哪一队去哪个剧场演出 全部由张德燕说了算 在德云社稍有话语权的张德燕 对于儿子宁云祥的回归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实力来看 宁云祥虽离开舞台八年 但一回归就能登台演出 而他的相声功底 一定也不输其他师兄弟 从师承来看 作为张文顺的外孙 郭德纲的徒弟 宁云祥更有幸福力 常驻德云社天津分社 再加上师父郭德纲母亲张德燕的大力支持 社哥相信酒队 在宁云祥的带领下 一定会将天津分社办得有声有色 但这也只是社哥的猜测 不到德云社官宣的那一刻 德云酒队队长的职务 便不能确定下来 但社哥还是十分希望宁云祥 能胜任酒队队长 这样张文顺劳先生的衣博 便有了传承 德云社便也会多一位 出彩的相声演员 关注社哥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故事